中年男人家中被杀 妻子自称是凶手 我把我丈夫杀了 你们快来吧 然而在杀人的凶器上 并没有妻子的指纹 剪出了两个人的指纹 一个是死者 可另一个更像是一个孩子的指纹 凶器上孩子的指纹从何而来 中年男子因何被杀 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 谁杀了杖子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法理讲堂 2013年的一个夏天 虽然是傍晚时分 天气却依然燥热 北方城市一个派出所里 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报警电话声 值班的小王立刻接通电话 却传来一个女人的哭泣声 出什么事了 您请讲 我们这里是派出所 小王焦急的询问道 而那个女人是抽气的说道 我 我把我丈夫杀了 你们快来吧 小王问完地址 放下电话和几个同事 火速的赶往案发现场 他们来到一个居民楼 上了301室 只见301室的门是虚掩着的 推开门 却看到室内一个血腥的场景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 仰躺在地上 胸口还插着一把匕首 身上地上全是血 而一个女人呆呆的坐在他旁边 目光呆滞 是你报的警吗 被警察这么一问 那个女人显然被吓了一跳 又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我 我把我丈夫杀了 我把他杀了 半案人立刻上前几步 探了探鼻息 又摸了摸动脉 这个躺在地上的男人 显然已经死亡了 而且看到现场的血迹 有些凝固了 应该是案发有一段时间了 半案人紧张地开始勘查现场 半个多小时之后 尸体及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一并带走了 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早已惊动了楼里的邻居 大家驻足在这里一轮纷纷 似乎对这户人家发生的变故 感到非常不解 而至于犯罪嫌疑人 很快被带到了公安局进行审问 那么这个女人 怎么会把自己的丈母 杀了呢 经过简单的询问才了解到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 叫张玉 是一个商场的售货员 而死者是他的丈夫 叫李德丽 常年在外面做生意 他们还有一个13岁的儿子 李小明 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去年刚考上重点中学 这样一个平静的家庭 为什么突然遭到这样的变故呢 这个女人又为什么如此狠心 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呢 在警方的询问之下 这犯罪嫌疑人也道出了事情的原味 他说 其实我什么都不奢求 就希望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 和和美美的 可张玉说 偏偏事不随人愿 前一阵子 他丈夫把手机放到家里了 他偶然的发现在手机里 有好多张一个陌生女人 跟丈夫在一起的亲密照片 这件事几乎把他击垮了 他没有想到丈夫会背叛他 他恨不得马上跟丈夫离婚 可转念又一想 他们的孩子还小 如果两个人离婚了 孩子就是缺爹少妈的 无论是学习和生活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了孩子 为了保全这个家 他希望丈夫能回头 他也苦口婆心的劝过丈夫 而丈夫呢 起初答应的也挺好的 说一定跟那个女人一刀两断 可没过多长时间 他居然又在丈夫的手机里 发现了两个人的暧昧短信 这下可把他起坏了 这阵子他心里就憋着一股火 案发这天 这张玉下班回到家 刚好丈夫也在家 两个人就又旧事重提 又因为这件事吵了起来 可他没想到 这一次丈夫居然大打出手 盛怒之下的张玉 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把水果刀 就朝丈夫捅了过去 没想到 这一刀正好捅到丈夫的胸口 听到丈夫应声倒地 鲜血也流了出来 他害怕极了 这才报了警 那你是什么时候用刀刺你丈夫的 半人问道 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张玉却想了很久 犹犹豫豫地说 大概是五点左右 我脑子太乱了 我什么都记不清了 可你报警时间是七点三十八分 这么久你都做什么了 张玉一听就更紧张了 他还是犹犹豫豫地又说道 我实在是记不清楚了 只知道他躺在地上流了一地的血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打了报警电话 半人又问道 说你们家不是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吗 怎么他放学没回家吗 他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吗 一听半人提到自己的儿子 张玉立刻显得很激动 我儿子还小 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这两天一直张罗着要去他姥姥家 所以我就嘱咐他今天放学 直接去他姥姥家了 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啊 这事跟我儿子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说完又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接下来办案人像继续了解案件细节 但是面对问话 张玉却是一边哭一边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讯问被火中断 但留给办案民警的却是很大的疑问 事已至此 难道张玉还有什么难言之言吗 果然几天后 法医做出的鉴定报告显示 此案确有蹊跷 这尸体的尸检报告证实 这死者应当死亡时间是三点左右 可报警时间是七点三十八分 四个多小时的时间 难道是张玉就守着丈夫的尸体了吗 而更奇怪的是 这水果刀上剪出了两个人的指纹 一个是死者的 可另一个却并不是张玉的 而更像是一个孩子的指纹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面对这些证据 罢人再一次提审了张玉 而警方呢 是单刀直入 说我们在水果刀上呢 并没有发现你的指纹 而更像是一个孩子的指纹 怎么回事啊 张玉立刻显得很紧张 神色慌张 面色惨白 他吞吞吐吐的说道 这件事跟我儿子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一定是他早上用过水果刀 所以才在水果刀上留下了他的指纹 这罢人还没问呢 张玉就主动提到了自己的儿子 这不好像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难道这件事真的跟这个孩子有关吗 面对指纹疑点 张玉声称因遭背叛而杀夫的说法不公自获 不是你用刀杀死了你的丈夫吗 为什么没有你的指纹呢 见警方将嫌疑指向儿子 张玉无奈向警方交代真相 只见丈夫仰躺在地上 胸口插着一把匕首 而儿子却愣愣地坐在旁边 丈夫被杀害 与年仅十三岁的儿子究竟有何关系 谁杀了丈夫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半人又紧追不舍地问道 这刀上有你儿子的指纹倒不奇怪 问题是 为什么没有你的指纹呢 不是你用刀杀死了你的丈夫吗 看到他只哭不说话 半人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们希望你能说实话 你这样不是在保护你的孩子 是在害他呀 这一直十分紧张的张玉 此时彻底崩溃了 他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 痛哭流涕 慢慢地 他终于倒出了事情的原味 他说原来他丈夫有外遇 并不是刚发生的事 是在两年前 他就已经发现丈夫外面有人了 而为了这件事 他语重心长地跟丈夫也谈过 也哭过闹过 可全都无济于事 丈夫李德丽就是不肯回头 他对丈夫是彻底死心了 可问题是 为了孩子 他还是想保住这个家 所以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并跟丈夫商量好了 这件事一定不能告诉给他们的儿子 而他的丈夫倒是也答应了 可问题是 原本恩爱的夫妻 突然丈夫有外遇了 再怎么装也会有痕迹的呀 这李小明就多次问过张玉 说妈 你们两个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我爸最近总出差总不回家呀 而每次张玉呢 只好说丈夫最近生意太忙了 可一个周末的下午 这儿子李小明突然去喘吁吁地跑回家 愤怒地指问他的母亲 我爸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一听这话张玉一下子愣了 可又立刻辩解道 你胡说什么呀 又听别人在外面瞎说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呢 我要是不是亲眼看见 我也不相信跟一个女人又搂又抱的那个男人会是我爸 这儿子愤怒地说道 这怎么回事啊 这李小明怎么会知道他爸爸外面有人了呢 原来这个周末的下午呢 这李小明跟同学约好到同学家去写作业 可他刚到了同学家楼下 就发现爸爸的车停在一个角落里 他兴奋地跑过去 可是刚跑到车附近就透过车窗 看见爸爸跟车内一个女人又搂又抱的 而那个女人显然不是妈妈呀 他一下子愣住了 正在他发呆的那一会儿 这车就启动 一溜烟地开走了 他是又气又急 直接又返回了家 推门就只问妈妈 究竟是怎么回事 面对儿子的质问 张玉心里是无畏杂陈 事已至此 该不该告诉儿子实情呢 如今李小明年纪还小 又处在青春期 情绪波动大 他一定很难接受家里发生这样的变化 可张玉转念一下 如果再瞒下去 反倒可能让李小明觉得自己被父母欺骗了 从而做出天机的举动 无奈之下 张玉决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儿子 他走到儿子身边 扶着他的肩膀 安慰道 说这件事 我其实早就知道了 我也跟你爸谈过了 他说他会处理好的 只不过他需要一段时间 儿子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 我们得给他时间呢 可听到这番话 儿子的情绪并没有平缓下来 而是愤怒地说道 你就是太软弱了 如果你不是这样 我爸也不会在外面找女人呢 说完是摔门进了自己的房间 他哪里知道当妈的苦衷 当妈的就是为了儿子 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呀 这原本李德丽在外面找女人 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 可如今全家人都知道了 他该如何对待他们母子 这个家又会发生怎样的变故呢 自从知道这件事之后 这儿子对李德丽是越来越没有好脸色 说话也总是夹枪带棒的 有一天下了班的张玉 在门口又听到父子大战的情景 这儿子没好气地说道 我妈对你这么好 你去在外面找女人 你对得起她吗 你立刻跟我妈道歉 立刻跟那个狐狸精一刀两断 可是当丈夫的却并不买账 而是愤怒地说道 你这小兔崽子 我的事你也敢管 你给我滚 赶紧滚 说完就听到摔东西的动静 愣在那儿的张玉 却看见儿子满脸泪水地冲了出来 母子俩是抱头痛哭 打这以后 这个家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了 而他的丈夫对他们母子俩呢 也是越来越冷漠 原本呢 还每天照常回家 有事没事的 跟他们母子俩说说话 可现如今 这层窗户子而捅破了 这丈夫呢 是好几天也不见人影 好容易回到家呢 也是满脸的阶级斗争 这个家可怎么过呀 这个家都变成什么样了 张玉没有想到 维持这种有名无实的婚姻 竟然会给家庭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在询问中 他说如果当初果断和丈夫离婚 也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悲剧 那么李德利究竟因何而命丧 家中呢 面对气不成声的张玉 办案人员努力安抚她的情绪 以便了解更多案情 这张玉又说出 原来在案发那一天 儿子学校刚好串修 而丈夫也在家 怕他们父子俩再打起来 这临上班的时候 张玉又特意嘱咐丈夫 说儿子小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晚上五点多钟 下班回到家 刚推开门 眼前的一幕 却令他惊呆了 只见丈夫仰躺在地上 胸口插着一把匕首 而儿子却愣愣地坐在旁边 他立刻走上去 却发现丈夫已经死亡了 他抱着儿子 问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儿子才断断续续地 讲出了事情的原味 原来自从知道 爸爸到外面找了小三 这李小明对爸爸就越来越恨 尤其是爸爸对他们越来越冷漠 这种恨就越来越强烈 而这一天呢 下午的时候 父子俩在家 一言不合 就又吵了起来 这儿子呢 对爸爸满肚子的气 说话呢 是夹枪带棒的 而当老子的呢 又觉得自己是当爸爸的 对于儿子这种说法呢 他又非常的不认可 两个人就最后越吵越激烈 最后这李德利呢 是上去给了儿子一巴掌 说我白养你这么多年了 你是怎么当儿子的 而且他还觉得不解气 又要上去再打第二个巴掌 而这李小明也满肚子的活 对爸爸又打来的这一巴掌是毫不相让 父子俩干脆就撕打到一起 可是毕竟李小明是个孩子啊 这爸爸比他高出大半个头 他哪打得过李德利呀 身上是挨了几拳 他越发生气了 就气急之下 拿起身旁的水果刀 一下子捅下毫无准备的李德利 而这一刀正好捅在李德利的胸口 李德利是应声倒地了 为保住儿子 张玉决定冒充凶手顶罪 这张玉想 这杀人得偿命啊 他不甘心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命运 计划被警方识破后 年仅13岁的李小明 是否要为杀害父亲而坐牢 根据刑法规定 达到一定的年龄 才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张玉因犯包庇罪被判刑 而紧接着他又为何被婆婆告上了法庭 谁杀了丈夫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样因一起婚外情引发的家庭悲剧 就这样毫无准备的发生了 母子两个是抱头痛哭 可现在哭也不是时候啊 这张玉想这杀人得偿命啊 即便孩子不懂事 那恐怕余生也都要在牢里度过了吧 他不甘心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命运 他就决定由自己冒名替儿子顶罪 于是他立刻给自己的妈妈打去电话 也就是李小明的姥姥 跟他讲呢 说自己要出差 希望儿子到姥姥那去待两天 随后呢 他就给儿子喜涮一番 又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才把儿子依依不舍的送走了 随后他一个人呆呆的坐在丈夫的尸体旁 看着这个与自己共同生活了15年的丈夫 却突然与自己阴阳相隔了 他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可现如今也来不及多想了 他就胡乱的在丈夫身上蹭了几把 蹭得满手是血 才拨打了报警电话 事实真相查清了 原来这是这个母亲为了替儿子顶罪 冒名说自己杀死了他的丈夫 半人很快又找到了李小明 而李小明一见到妈妈 两个人是再次抱头痛哭 这李小明说 妈 我是男子汉了 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承担 这番话真是让在场人无不心碎 可是在座的同情 毕竟这个几惨案已经发生了 法律如何追究这李小明的责任呢 可令李小明母子俩诧异的是 警方告诉他们 因为李小明年龄小 尚不满14周岁 所以他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杀了自己的亲生爸爸 就可以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吗 并非如此 而是在这里呢 涉及到法律上的一个问题 叫做刑事责任年龄 什么叫刑事责任年龄呢 就是根据刑法规定 达到一定的年龄 才对自己的违法行为 承担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 共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叫做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即年满16周岁以上的自然人 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个时期叫做无刑事责任年龄 即尚未满14周岁的自然人 因年龄上小 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个时期就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 即介于14周岁与16周岁之间的自然人 在这个年龄段呢 只需对法律所明文规定的八种严重犯罪 才承担刑事责任 而我们本案当中 这个李小明尚未满14周岁 认知能力 判断能力和自控能力 都未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所以他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这是一个孩子 对他的行为可以不承担刑事责任 可是对于他的母亲 为了掩盖儿子的罪行 有意包庇他的行为 却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法院认定 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包庇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期一年执行 这个家庭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而李小明看到 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 不仅爸爸丧了命 妈妈也被追究刑事责任 他是每天躲在家里的角落里 不愿见人 正当张玉和家人想方设法 帮助李小明走出心理阴影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张玉突然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 得知自己又被起诉了 原来起诉他的原告不是别人 而是他的婆婆 也就是李小明的奶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这个老人 这个当奶奶的 不能谅解孙子的一时冲动吗 张玉又立刻给婆婆打去电话 可是婆婆刚接通电话 就是愤怒的声音 好啊 你瞒了我这么多年 要是不是有人告诉我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李小明根本就不是我孙子 你们娘俩合谋害死了我儿子 我永远恨你们 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而无论张玉再怎么打电话 对方就坚决不接通了 原来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这李德丽那个婚外情人叫小倩的 主动找到了李德丽的妈妈 原本李德丽的妈妈对她是非常反感的 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自己的家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儿子也不至于上命啊 可是这个小倩呢 却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她说原来呢李小明根本就不是李德丽的骨血 所以她才会有家不回的 这怎么回事啊 听到这个消息老人太震惊了 这十多年难道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吗 而这个女人又不断的怂恿到 说不能让李德丽白养他们娘俩这么多年 不能让李德丽白死啊 你得朝他们要赔偿啊 所以在她的一再怂恿之下 李德丽的母亲直接起诉到了法院 而法院也很快开听审理了这起案件 而这原告看到自己的儿媳妇和李小明坐在被告席上 气急了 她愤怒的斥折道 说这李小明根本就不是李德丽的亲生骨血 而是她的母亲跟别人生的孩子 所以她要求他们娘俩 必须对李德丽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那么难道真是当初张玉生下别人的孩子 才一步步导致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吗 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 在法庭上面对这样的质问 张玉看了一眼 坐在自己旁边惊讶的儿子 白感焦急 一阵沉默之后 她到处了隐藏了十多年的秘密 原来她跟丈夫李德丽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是非常恩爱的 可是两个人一直也没有要到孩子 夫妻两个也挺着急的 到医院一检查 是因为张玉患上了不孕不育症 可是当时丈夫对她特别好 也不记忆没有孩子 就劝慰她 说没有孩子 二人世界也挺好的 可是架不住双方老人的一再催促 最后夫妻俩一商量 两个人就借故说到外地去打工 实则是在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 过了一年 这小夫妻俩又抱着个大炮小子回来了 这双方两家 谁也没怀疑这件事 所以这一家人过得一直是平平安安的 这夫妻俩原本想着 一直把这个秘密保守到永远 可没想到如今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说到这张玉是气不成声 而听到这些坐在原告席上的李德丽的母亲 也是气不成声 鉴于双方情绪都特别的激动 而且一时半会儿又和缓不下来 法院宣布暂时休听 择日再开庭 张玉使劲转着儿子的手 两个人是步履沉重的走出了法庭 一路上母子俩默默无语 进了家门坐在沙发上 张玉用期盼的眼神看着儿子 似乎在问 你还认我这个妈妈 你怪我骗了你这么多年吗 过了很久 这李小明是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痛哭着说道 妈我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我爸呀 他万没有想到 自己杀死的爸爸 虽然对自己没有生育之恩 却养了自己这么多年 母子俩是抱头痛哭 这场家庭变故 给每个人的打击都太大了 可是这张玉和他的儿子 毕竟母子情深 相信他们两个人会勇敢的面对一切 走出这段阴影的 而没过多久 法院传来消息说原告撤诉了 这起案件也结束了 一切喧嚣又归于了平静 我们看到一个原本美满的家庭 一对恩爱的夫妻 没有因为生不了孩子动摇他们的感情 而是宁愿领养一个孤儿 希望一家三口能永远的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可是现实中的诱惑 却令李德利背叛了他的承诺 他的背信弃义 不仅害了他们母子 更害了自己 所以其实幸福很简单 可如果你不懂得珍惜 失去它又那么容易 所以请珍惜我们身边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再会 老板惹上风流债 二十万元请女秘书摆平麻烦 请你去劝劝他 让他把孩子尽快做掉 老板十言少给十万 女秘书恼羞成怒 涉计报复 这种卑鄙的男人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女秘书胜券在握境遭了侵犯 原本是受害者的他 却为何被判刑四年 女秘书复仇反被害 下期